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六十二回 第一次合肥之战 合肥之战 是吧 这是曹操和孙权 第一次正面交锋 合肥之战几乎和赤壁之战是同时发生的 孙权在这个时候表现出的是坚决 而不是三国演义当中说的游宜 咱们讲这个张昭传 是吧 这就是张昭当将军那回 带领着淮寺将领进攻当途 配合孙权在合肥作战 其实孙权这个家不好当 江东分派 是吧 江东现在是两派 江东本土势力不想打 他们和荆州的本土势力是一样的 是吧 他们想投降 但是原来跟着孙权一起从江北来的这帮淮寺将领 他们很想打 不但想打 而且形势其实突然变得对他们有利 于是他们就想打回家去 这是他们心中的夙愿 他们在江东 他们算是外来人 他们是江北人 在江东 他们现在受到本土势力的欺负 合肥之战爆发的两个背景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个是曹操当丞相引发了天下官吏的不满 另一个是赤壁之战 前景未明 这是在当时震动非常大的两件事 以至于有一些边缘地区 曹操控制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人心浮动 你说聪明人谁不明白 曹操和汉县帝现在是啥关系 有这个丞相 曹操就不再是一般的诸侯了 所以在好多区域就产生了人心的动荡 合肥周围那就是一个动荡的区 以前这里是曹操控制的边缘 本身江东起家的这批人 就是怀寺人 就是这个地区的人 所以在当时就有这种怀寺要崛起的想法 所以孙权北上很快就打到了合肥 并且形成了对合肥的包围态势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蛮深刻的 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国制当中就记录了至少六个 六个原本归顺曹操的怀寺派将领 在这个时候叛变了 突然归顺了江东 当途和合肥 是当时曹操在这个地区所剩下的不多的支撑点 江淮地区的支撑点 张昭打当途 由我打下来 江东在这块区域的所有地盘就连成一片了 而合肥呢 合肥 曹操控制的合肥也是危在旦夕 因为敌人来的太突然了 原来周围还有好多人防卫呢 结果这些人都叛变了 敌军一下子就包围了合肥 对于这一段啊 其实大家看这个三国制啊 就陈寿写的其实有点乱 一个是当时的天下形势太复杂了 是吧 另一个 也可能陈寿真的有些话呀 是没法说 在不同人的传记中 其实陈寿把这个故事讲得有点乱 就是其实你怎么捋 也捋不太顺 就好多地儿都是都对不上 在这个传记中是这么说的 在那个人的传记中是是那么说的 曹操传 在曹操的传记当中 陈寿怎么说呢 曹操派张熙去救援合肥 孙权的进攻当途在进攻当途就失利了 失利以后 眼看着张熙的救兵来到了合肥 孙权就撤走了 随后曹操争调曹仁和徐晃 剿灭了那些叛变的军队 显然曹仁和徐晃 那是在咱们刚讲完的南郡战役之后去的 就是在丢失了江陵以后 来到合肥周围的 他们算是代罪立功 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闹事的不仅仅是江淮 甚至当时连太原都发生了叛乱 张熙和合肥近在咫尺 但是就是无法赶到合肥去 实际上掌柜觉得可能这个说法更准确 因为那才是曹操和汉宪帝争夺的真实场面 汉宪帝不是那么窝囊的 汉宪帝是很有力量的 曹操现在欺负汉宪帝 引发的是天下官吏的不满 这才是曹操建安15年以后 明年下一年下达唯才市举令的原因 当曹操和汉宪帝出现分歧的时候 他面对的是天下官吏的白眼 各种关键时刻的拆台 在这个时候 是合肥的首将用了一个计谋 保住了合肥 他怎么做呢 他造了一封假信 说援军已经到达了合肥周围 然后派一个勇士带着这封信出城 被孙权抓住 孙权以为是截获了援军和城内的通信 就信以为真了 结果就撤围了 利用这个时间合肥重新补给物资 也把周围能调动的部队都收缩到合肥 当孙权听说曹操的部队没有来 曹操自己也没有来 曹操自己不是来了合肥 而是回了叶城 这个时候 孙权再想回来 再为合肥的时候 时机已经不成熟 而且这个时候 孙权的军队也开始闹瘟疫 就赤壁那边的瘟疫传过来了 没办法 孙权最后撤军 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混乱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场合肥之战 第一次合肥之战 建安14年的这场战役 他本身就不怎么军事 所以从军事这个角度 你解释这场战役 你会越解释越奇怪 这是什么 这是曹操和孙权 都是叫什么 各怀心腹事 打的一场战争 最终影响战争进程的 各种的犹豫布局 各种的反反复复 以及最后各方的凶残 无情无义 都和军事无关 反而和深厚的政治环境 是紧密联系的 咱们讲张昭传 咱们讲过 是吧 张昭在这一段的起起落落 孙权在魔能两可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 他需要江东本土派 又离不开怀寺将领 所以他不能让他们 在这个时候闹起来 他得把他们同时压下去 如果打下合肥 会怎样 孙权面对的 可能也是怀寺将领 回到怀寺这个局面 怀寺将领回到怀寺 就意味着江东本土派 控制江东 各种将领 现在可能想的都是出走 也确实就是这样 大家往后听 连周瑜现在想的 都是出走 孙权的位子 其实坐的现在很艰难 他要选边站 他到底是江北的 还是江东的 但是孙权现在面对 曹操的压迫的时候 他又不能选边 因为选边的话 实力就不够了 这个平衡真的太难了 所以孙权的每一步 都得想着是平衡 最终表现出来 就是他的犹犹豫豫 最后一个难题留给了孙权 是吧 孙权从合肥撤军以后 怎么处理这些想想 问题是 这里是江东怀死派的家 孙权的家在江东 现在孙权认为自己是江东人了 孙权也是个裁判 是吧 你看孙权控制 控制江东 也是靠着当裁判 孙权不能让怀死派和本土派中的任何一方 势力强大起来 不能让他们在自己 孙权自己强大 以前让另一方退出比赛 这是孙权不能干的事 孙权要是占据怀死 他面临的可能就是两边哪边 现在也控制不住 他们不是掐起来了 而是分开了 这个世界很大 我们之间是有矛盾 那咱们可以不见面吗 可是没有比赛 何须裁判呢 最后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解决了孙权的这个难题 这就是历史上吕蒙的 如虚口献祭 吕蒙跟孙权说 你可以在如虚口这个地方建一个城 守住从河肥到长江的水路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坚守下来 和曹操长期作战 这个计策的高明 是吧 吕蒙是江东人 是孙权最倚重的人 也是孙权为了以后重点培养的人 他的这个计谋真的太高明了 孙权肯定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 如虚口设防 解决了孙权在河肥的困惑 如虚口在哪 如虚口在河肥以南 在河肥与长江之间靠近长江 进攻河肥就意味着你要占有怀寺 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为你占有了怀寺 怀寺将领就回家了 但是守住如虚口 就意味着放弃怀寺 但是保持着一个对怀寺进攻的态势 明白了吗 守住如虚口 一方面就阻止了曹操顺着汉水 顺着肥水 经潮湖进入长江 就等于挡住了曹操 保卫了江东 而同时呢 又阻止了江东怀寺派回家 孙权可以继续搞他的两面派 曹操还是到不了长江 长江防线固若金汤 同时呢 孙权还是跟江东派去说 我是江东本土派 我来你们这是保镜安民的 你看我守住了长江 就守住了你们的家 然后一转身跟着怀寺派说 你们踏踏实实的跟着我 在这咱们建设江东 我也是怀寺人 我将来带着你们 咱们打回怀寺去 我还在如虚口坚守啊 就是在如虚口这一顿 孙权既让江东本土派高兴 也让怀寺派将领们 对未来充满了幻想 其实奇怪的是 孙权后撤了 从合肥一下子撤往如虚口 这些归顺了孙权的汉朝的将领 都让孙权给抛出去了 顶在了战线的最全面 孙权现在撤到了他们的身后 你们自己面对曹操去吧 曹操也没客气 是吧 史书当中说了 曹操立刻就四路出击 脏霸张辽 曹仁徐晃 带领了曹军 剿灭了这些叛徒 而且曹操这回下的是黑手 屠城 就是要给天下人看 反对我的下场 曹操此时严格的说 也遇到的大风浪 真的就是贾许说的那话 贾许当初啊 劝曹操说 不要进攻下口 这个话跟大家说 其实是对的 很有见识的 胜了 荆州是孙权的 败了荆州是刘备的 是吧 咱们从事后看 就是这么回事 都不是曹操的 可是真的 如果曹操在下口 最后败了 你看周围全是反对着 有一点 其实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 说的是完全不同的 曹操面对的汉县帝 其实是相当厉害的 汉县帝不是三国演义当中 那个哭哭啼啼的傀儡 汉县帝是很有实力的 因为什么 大汉朝现在还有余温 当曹操冒犯汉县帝的时候 他遇到的是天下官吏的集体抵制 大家都不干活了 是吧 遇到敌人 我就投降 这就是曹操的困难 所以这一战 合肥大战 第一次合肥大战 其实特别精彩 军事上啊 出彩的就是不多 主要都是这背后的政治因素 曹操的四面楚歌 孙权的犹犹豫 等孙权撤走了 曹操才开始屠城 这都是说不通的 但是你只有站在这个政治斗争的角度 才能解释这一切 其实曹操和孙权都叫什么 都有难言之隐 这吕蒙是人才 是吧 一句话就让孙权摆脱了困境 这就是屯兵如虚口 我不能让你们回家 但是我得让你们心里都惦记着 比赛还得继续下去 曹操现在呢 曹操县队来说 要比孙权好办 虽然曹操也很难办 但是曹操的事情要比孙权简单的多 曹操有军队在手 好多礼最终都要变成跟死人去讲 如果曹操说不过你 他的士兵能让你闭嘴 然后呢 然后史书上就记载了你的理屈词穷 所以曹操的事比孙权好办 合肥之战到这里就就结束了 孙权和曹操大家各回各家 各忙活各的事 谁家都是一滩子烂事 好了 咱们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回 咱们讲孙权和刘备之间的关系 咱们讲金口之会 咱们讲孙权和刘复